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新的一年 我们要不免除的来祝福大家心想事成 可是说实在心想事成有时候 其实是一个祝福的话 当然我们希望它在现实上面 可以真正的实现 可是对很多人来讲 那个心想事成 似乎是一件非常非常困难的事情 那当然在新年是 很多家庭团圆的一个日子 那但是在台湾有很多的人 他们其实希望有一个家 希望能够这个婚姻能够圆满 但是他根本要圆满的机会 恐怕都很困难 为什么 因为他不是什么离婚不离婚的问题 他事实上连结婚都受到非常大的阻碍 虽然我们在去年 这个大法官视线都已经做出了这个解释 认为现在的这个民法 不应该去排除这个同志婚姻 可是他说两年的期限去修法 但是看到到目前为止 我们的执政党 似乎对这件事情 看不出有任何的积极的态度 这也是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 觉得有点遗憾 既然这个法案已经通过 而且在某种程度上面 法律也做出了解释 赶快去做好 让大家有一个好的这种所谓的生活 不要再为这个所谓的婚姻这件事情而困扰 不要在这个婚姻的制度上面 有这样的提示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 今天在这个新年的节目当中 我们就要邀请到这半旅盟的这个许秀文律师 来跟我们谈这个话题 许律师你好 关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新年快乐 我们知道在去年的这个 Google的这个关键 应该是今年的Google的关键是广告 这个2017年的关键广告当中 其实很罕见的出现台湾 这个台湾事实上 就是因为这个有关于这个婚姻平权的 这个相关法案 那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搜寻的字眼 我想也不是一个纯粹单纯搜寻次数的问题 而是这件事情意味着 引起了国际非常大的这种关注 我想先请教这个律师 就是你怎么去看待这件事情 就是哇这件事情 好像台湾要成为一个国际上面 注目的焦点不太容易 但是这件事情却让这个Google的关键字 搜寻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意象非常重要的象征 是我觉得这些年来 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 就是说婚姻平权 它其实确实某个意义上 是一个全球性的议题 然后它在国际传媒上的曝光 还有引发关注跟讨论的 我觉得不仅是在台湾 在非常多的国家 其实不仅是欧美国家 包括这些年我们跟临近的东南亚 还有东北亚的一些国家交流 也是发现大家都非常关注 台湾还有其他各地的相关运动 跟政治上的发展 这是很多国家的人权团体 都非常肯定这样一个发展 是没有错 但是这个虽然受到肯定 虽然在国际上面也非常关注台湾的这样一个 进步的这样一个象征 或者是这样一个法案的这个解释 可是在现实上面大法官却做出了说 你这个要必须在两年的时间 然后去做这个修法 可是还没有那当然这两年时间 我相信他背后有一个逻辑 这个逻辑是说这个婚姻平权的问题争议太大了 那他是不是需要社会有更多的讨论 或是更多的共识 或者是说婚姻平权这件事情 如果太快实施 会不会引起这个反对方的这个反弹 你怎么看这个所谓的两年的这个所谓的期间这件事情 我先回到大法官的试字748来说 大法官说的两年 事实上针对的是立法机关 也就是说立法机关最迟两年内 必须完成相关的立法跟配套 来让婚姻平权可以顺利落实 可是呢 事实上民法不保障同性结婚自由这件事 是已经明确被宣告违宪了 所以我们的主张事实上是认为 应该要先让同性伴侣 可以在大法官释宪过后就可以登记结婚 也就是说程序上可以先登记结婚 那他的法律效果依据平等权的这个观念来讲的话 其实就是比照以民法作为最低限度的权利义务的效果 事实上这也是大法官解释的意思 他说两年没有完成立法 事实上也是就是依据民法的婚姻章来登记结婚 不过在现实上方敏跟林宇利 他们事实上这样一个婚姻的登记 其实是被驳回的 这个部分我们已经上诉最高行政法院 那目前这个案子还没有定验 这会不会在解释上面的不同 我认为其实大法官做成的这个解释 两年其实是希望立法机关可以做非常完整的配套 对 那如果只是要让同性结婚登记的话 依据现行的法令 民法982条讲的结婚登记 还有户籍法第9条讲的结婚登记 老实说他都没有性别要件的限制 所以要做这个结婚登记根本是没有问题 那秉持宪法第7条平等权 权力义务来解释 我们认为他基本的法律效果也并不难判断 其实就是比照民法的规定 所以我觉得是因为高等行政法院 老实说对我来讲我觉得蛮可惜的 他们误解了司法机关在这样的事件上面 所能够扮演的积极矫正歧视的角色 不过从这样的逻辑来看 假设高等行政法院这件事情你们还在上诉 那如果是高等行政法院是一个败诉的状况底下 那是不是这个所谓的婚姻平权的所谓配套措施 这些法案针对立法机关这个部分 他其实也不用做了呢 就现在民法他就可以去执行了不是吗 其实应该说如果依据民法的部分 确实现在他们是可以去做没错 那立法应该要处理的 我觉得是某一些其实比较细节性相关性的行政配套 包括比如说跨国的外籍的同性配偶 那他们来台湾 比如说世界上还有一些国家 他们目前是不允许同性结婚的 那可是我国人谈恋爱的对象 不可能就是 有可能是异国恋情 对各式各样的国家都有 在一个全球化移动的状况 那对于那一些国家的人 我国的国民要跟他们缔结同性婚姻的话 这个婚姻要怎么样成立有效 这个需要我们的国家的相关的机关 做出非常明确的一些解释 然后还有就是有些国家到现在 外籍配偶我们还要求境外面谈 等等的这些措施 其实在同性伴侣的部分 他也会需要做一些相关的配套 因为如果这些国家的 他们还不承认同性婚姻的话 其实他也不可能实施境外面谈 对因为他没办法在该国 先成立一个同性婚姻 然后做境外的这个面谈 但是依照你这样的一个说法 就是现有的民法里头 其实在大法官实现之后 就已经可以去开放了 其实是没有错 那但是这个法院为什么会做这个解释 他事实上在心理上面 或者除了在法律的可能在解释的观点不同之外 会不会反映出某种的一种社会氛围 或者说某种的心理的这种所谓的态度 我认为是我们的司法权还是有某一种保守性 这个保守性其实某个意义上有点不敢为天下先 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的高等行政法院 他做成了判决说OK 各位知道他其实撤销了方敏林玉利的案子 他撤销了原本行政机关的拒绝处分 因为认为原本的行政机关拒绝他们登记 理由是说民法的婚姻只限一男一女 可是呢法院也同时认为说 这个拒绝处分是违宪违法的 因为民法限一男一女 这样的解释本身是违宪的 所以这个部分他是判我们胜诉 可是是我们请求直接即刻登记这件事 他还是把我们驳回 对那法院法官们虽然表现的就是还是 就觉得蛮抱歉的 可是这件事还是请你们再等一等这样的态度 可是我会说这个是他们某个意义上 误解了司法权在这一类的事情上面 可以有的更积极开创的角色 其实老实说大法官也曾经有遇过 在我们去年的3月24号去开宪法法庭的言辞辩论的时候 其实大法官也问到说 这一件事究竟是应该由立法权来决定 还是应该可以由司法权来决定 就是说同性结婚这件事 但是最后大法官还是勇敢的承担了这个责任 他在判决的理由里面 解释文写了好几段 重点就是在说 这件事光是立法的讨论就超过10年了 从2006年萧美琴委员的版本到今天 然后齐家威先生作为申请人 他个人的努力跟奋斗也等了超过30年了 也就是说如果是按通常的立法程序 也不会那么久 对 那为什么会那么久 就是因为作为所谓的性少数 多元性别是人口中的少数 事实上是很难按照通常的立法程序 也就是通常的民主程序 来体现他的权力 对 这个是一个就是说 通常的代议政治理念 他很容易去代表多数人的利益 可是对于人口中的少数 其实这个部分的利益的一个展现 其实往往是受到限制的 那恐怕也不是单纯的一个人口中的少数 而是在权力上面的少数 这是更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当然对很多人来讲说 反正就两年嘛 那两年这个一眨眼就过去了 大家就忍一下就是 那让这个社会有比较高的共识 让法律配合的更周全 不好吗 我认为这件事本来是 应该这么说 充分的讨论是必要的 问题是我们已经讨论很久了 而且像伴侣盟在视线过后 办了四场 其实内容真的非常精实的论坛 而且把论坛的 我们邀了学者专家 然后民间团体 然后包括行政机关 来讨论四个所谓婚姻平权修法的 深水区的议题 那其实这些议题我们都还把会议的讨论做成逐字稿送给行政机关 问题目前为止都是以读不回 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好好的配套措施跟讨论非常重要 可是民间团体想要跟我们的政府讨论的时候 政府其实是表现得非常高深莫测 然后不表示态度的 比如问他说那以后跨国的同性配偶怎么办 问他说收养权到底还有什么顾虑 问他说人工升职开不开放 开放到什么程度 有什么顾虑 我们认为这些议题确实有疑虑 那有疑虑其实是应该要讨论 问题是没有一个讨论的平台 也就是说政府在这些议题上 现在是保持一种静默不语的态度 反正大法官解释完之后 政府就说这是立法权的事情 那立法权去处理就好了 立法权如果不想动就没有人要动 他因为已经是完全执政了 而且事实上我们的政府包括蔡英文总统 赖清德院长都已经明白的说 就是说行政部门会提出官方版的草案 但是现在都没有看到 也还没送到立法院 当然就是都还没有公告 立法院是已经有草案了 可是那个都是委员的提案 或党团的提案 但是行政院版的官方的版本 到现在是都没有提出来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蔡英文的态度是什么 因为他事实上在2017年的 同志大游行的时候 蔡总统也说婚姻平权方向已经确定 然后执政党有义务设计出一套符合大法官 视线的法律架构 也有责任确保社会团结 那当然最后那一句话是有一点伏笔啦 可是前面这句话说 要设计一套符合大法官的 这个所谓的法律精神的架构嘛 可是你刚才说完全没有设计出来 连他们不愿意对外透露 就是例如说你这样团结社会 你总是要一个版本来跟大家做讨论 来做沟通甚至来做说服 可是这个东西我们看不到 对我认为蔡总统到现在为止 都一直试着在安抚反对的这个阵营 那这些反对的声音 蔡总统安抚的方式 我认为也无法达成效果了 对因为如果我们真正要社会团结 那是要面对争议 而且我觉得我们必须弹清楚 我们要团结在什么样的价值和目标底下 如果我们的社会团结 不是团结在自由民主法治底下 而是团结在就是说 因为教会有票 因为教会会做政治献金 所以他们的声音 其实不成比例的影响到了政治决定 那我会觉得 这是非常令人失望的一件事 我说的白一点 5月24号大法官做成这个世字748的时候 蔡总统在脸书发文 他说这个不是一个胜负输赢 对 其实澳洲当时有一位记者 其实就是打岳阳电话给我 问我说 你们蔡总统说 这不是胜负输赢 是什么意思 因为明明就是正方赢了 对 那我其实 对人家就看不懂 外国记者其实真的看不懂 我们的政治人物的政治语言 因为外国的领袖都会说 这是爱赢了 对 但我们的总统会说 这没有胜负输赢 我觉得他当时就是尝试在 安抚反对的势力 对 这个我觉得这个动作蛮明显的 这是在华人社会里面 非常特有的一种所谓的政治语言 他必须考虑到他所谓的面面俱到 这个面面俱到 当然背后还是一个选票的考量 他希望能够每个人 但是有时候民主是有趣的 就是说他可能是在所谓的人数跟价值之间 执政党他必须要去做选择 你到底是要什么样的价值 还是你是要什么样的 多少的人数来支持 所以有时候他是很艰难的 可是他是必须要去面对的 因为现在已经不只是价值选择的问题 而是一个宪法诫命 也就是宪法的义务 过去我们还可以去争论说 到底同性结婚这件事 是不是一个宪法基本权利 但在我国的民主宪政体下 现在已经有了答案了 在这个状况底下 如果执政党不去执行这个任务的话 事实上是违反宪法的 所以其实在这样一个事件当中 我们也可以看得到 不只是这些政府在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 相当不明确 相当暧昧的一种做法 可是在这同时 其实反对同志婚姻的朋友 也提出了这个所谓的公投 我们待会再回过头来谈 怎么去看待这个公投 或者是说这两年看起来很短 可是真的对很多人来讲 它是非常非常漫长的历程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收看本周的大圆载报新闻 祝各位观众朋友新年快乐 台铁今年要加开半夜的红眼列车 引发外界质疑会造成司机过劳 2月12上午台铁产业工会 到台北车站拉白布条抗议 台铁产业工会认为 在这次的牢基法修二后 开放轮班间隔为8小时 等于是把血汗班表合法化 不仅牺牲台铁员工健康 也罔顾乘客的安全 不仅如此 台铁产业工会还批评 在人力不足的问题下 台铁竟然规定请假一天夜班 要算扣两天假的荒谬政策 虽然台铁释出善意 将改成请一天假 扣1.5天假或是扣10小时的薪水 但还是不合理 根本是剥削台铁劳工 台铁产业工会强调 台铁员工仅有1.3万多人 营运量及业务都与人力不成正比 恐怕让过劳的情况更加恶化 因此呼吁政府以及台铁局 因正式这个公安问题 劳权公投盟花了13天 完成废除休恶老基法 和讨回7天假两岸的公投联署 并突破第一阶段提案门槛 在2月13日正式向中选会提案 新的公投法上路后 因为联署门槛大幅降低 目前中选会接受的提案已有10件 其中有6件和争取劳工权益相关 公投法修正后 提案门槛从9万多人大幅下降到1800多人 成案门槛则减到28万多人 最先提案的是时代力量党 提出最低工资法和劳基法复决两案 接着盛民党和医劳盟也分别提出 回复原有劳基法规范 和反对缩短轮班间隔案 不过中选会表示 若题目有问题的部分 会依法进一步审查 或召开听证会来补证 如果10月24日前 成案的公投案 则将和年底大选一同进行 台东县推动国内最大面积的 资本地区太阳能发电专区 已经在上个月公告招商 但因为开发范围在 非南族卡大地部部落传统领域 而且是重要的野鸟漆地 部落会议要求县府撤销招商计划 理由是没有取得部落资商同意 认为整个招商程序都违反了 援助民族基本法 台东县政府回应 两年前着手开发时 已经在现议会宣布 只要部落不同意就不开发 在第一阶段招商前 也曾经多次到部落与意见领袖沟通 并且向族人公开说明 没有违背部落资商同意权的形式 卡大地部部落则表示 不反对县府在他们传统领域开发绿能 但这样的招商程序本末导致 要求县府撤销招商公告 重新取得以部落为主体的开发计划 再来招商 但县府表示 招商程序合法 在第二阶段确定得标厂商后 会要求得标的厂商到部落说明 并取得部落同意 也会和环保团体参与细部规划 欢迎再次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 管宗翔 灿烂时光会客室 在这个新的一年一样 我们要祝福我们的观众朋友 都能够心想事成 那当然我们看到这台湾社会里面 对很多人来讲 还是过得非常辛苦 不管是我们前阵子非常关注的 这些老基法 或者是像礼拜谈到 像亚太创意学院的老师 同学他们面临到被迫失业 跟被迫转学的问题 那当然就像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谈到的婚姻平权的 这样的一个议题 虽然这个大法官释信 已经做出这个民法的 这样一些所谓的 必须要符合到 所谓的宪法的一些基本平等的精神 可是其实它也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程 今天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的是 许秀文律师 许律师你好 管老师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大致谈到了这个所谓执政党的态度 或者至少他目前展现出来 他在这个事情上面的一些进程 或者积极性 或者所谓不积极性的部分 可是回到很多的观众来讲说 两年嘛 那两年我们就好好的等一下 或者说两年你们都等不起吗 这两年也许对不关心的人 或者是对很多不是这种同志 或者是没有这样婚姻需求的人 他其实是一个两年的数字 可是对于所谓的同志的本身 这两年的意义又是什么呢 我其实觉得可以打个比方来说 其实结婚自由被剥夺 这件事情其实就无异于一个人行动自由被剥夺 譬如说坐牢 那你说坐牢坐个两天或坐个两年 那个感受是什么 对 或者说有当过兵的人 也可以想一想 你当兵当两个月跟当两年 有没有差别 非常多的东西被限制 我想对任何的异性恋 想要结婚的异性恋朋友来说 你今天说要结婚 你的爸爸妈妈跟你说 你等两年再结婚 我觉得那个心情也是非常非常的被泼冷水 这些是说前提你健健康康的活着 然后你们的感情没有因此受到破坏 而且我也没做什么不对的事啊 对 那其实从大法官视线过后 六个月内 我自己身边有三对朋友 是统治朋友 都发生了就是一些事故 有生重病死亡的 有就是因为意外 然后昏迷不行的 其中有两位两对 另一半就是都还在昏迷不行的状况 对 那如果 我当然希望他们醒过来 可是我要说 如果他们没有醒过来 其实恐怕也结不了婚了 那如果没有醒过来 他们之中也还有很多的 譬如说财产的议题 共同制产的很多的事情 然后包括在这个医疗的过程里面 其中有一位 他想要去加护病房 看他的办 而且想要知道 那个病情到底是怎么样 可是也因为原生家庭 某一些阻挠 那医生其实 其实就比较听原生家庭的话 然后其实还是就是 不让他去了解跟参与这个医疗决策 其实这是不对的 因为事实上 他算是至少算是医疗法上的关系人 是应该让这个同性伴侣参与 可是我要说的是 因为这个欠缺法律上明确的身份 如果他是配偶的话 我相信医院不可能这样对待他 对 就是种种这些真实的 或大或小的不方便或悲剧 或未来我们可预见很难处理 或永远不可得的一个婚礼 一个登记 那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非常真实的 痛苦跟遗憾 所以我会觉得这两年不是一个说 你一眨眼就度过去的快乐时光 你等着等着 你就会等到一个非常明确的明亮的未来 人生显然就不是这么回事 这常常我们不是在那样的一个处境里面 因为我们事实上很难去理解这一种所谓的感受 但是我会觉得 这真的需要一点点同理心 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说了 就是说 如果你不是同志 但是你对于这个等待 你只要去想一想 你的某些自由被限制 两年你不能上网 你的感觉是什么 就是你某些自由 而且何况是结婚 它是非常多重要的社会关系 跟法律关系的基础 那这些东西被限制被剥夺 我有当事人在国外已经合法结婚了 他是跟异国的这个同性配偶结婚 但是到现在我们的国家 台湾政府视线过后 还不让他们做结婚登记 所以他的同性配偶 他们在国外都已经是合法的婚姻 在台湾是无少 对 就还没有被合法承认 所以他也没办法用配偶身份办理 遗亲居留 他还得拿观光签证 或想办法去弄一个工作签证 才有办法长期居留 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荒谬的事情 因为你要这两个 已经结婚多年的成年人 再等这两年 究竟是为了什么 所以我们当然知道 这些对很多人来讲 是一个价值的问题 他同意或不同意 对他来讲 他可能是一个非常根深蒂固的观念 那当然怎么样去 让自己的观念 有一些这种不同的感受 刚刚谈到的同理心这件事情 是很重要 但是话说回来 还是有很多人 他对他来讲是很困难的 所以即使这个大法官 视线这个解释 这样的很清楚的这种解释 之后还是有些人会觉得说 我是不认同 甚至也有像包括 所谓的下一代幸福联盟 也提出了婚姻定义公投的连属 他事实上有两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他说 你是否同意婚姻 因限定为一男一女 你怎么去看这样的一种 所谓的公投的行动 以及这个公投的题目 这个公投的题目是明显违限的 对那事实上中选会 也认为有违宪之余 所以在2月1号已经说了 这个题目必须要举办停证 对那为什么说他违宪 因为大法官已经明确宣告了 指婚姻制度 现行的民法婚姻排除同志 事实上是违反宪法平等权 跟结婚自由的保障 对那除非我们修宪 那修改宪法是另外的一个程序 需要立法院委员提案 过一定 然后还要再交付全民公投 对除非我们修宪 或者大法官在之后的解释 做出了不同的见解 去调整四字七四八 否则在我国的民主宪政体制底下 事实上是不能借由这一种公投 来改变大法官已经做成的解释 所以我认为这一个 这一个第一个婚姻定义的提案 被驳回的几率是蛮高的 我们讲一个万一的状况 万一这个提案没有被驳回 然后万一也公投了 万一这个公投的也通过了 万一真的发生这种情况 他在大法官视线之间 他的在法律的定位上面 又是什么关系呢 这是一个我认为非常 我认为这件事应该是不会发生 对 万一 万一他发生的话 我觉得后续就是会有 相关的各种法律征送 然后也会产生政治上 非常大的一个冲突跟动荡 因为这是直接挑战 我认为是直接挑战 我们的宪政体制了 对 OK 那这是第一个题目 当然就是变成是说 他最宪政体制的挑战 甚至我觉得那个 背后会造成的冲突 恐怕不是那个 蔡总统希望那个团结 绝不可能 我觉得只会带来更大的动荡 如果真的像刚刚您说的那个结果的话 这的确是一个非常要去注意 跟是理解的一个问题 当然这个幸福盟后来又提到了一个公投的题 他的题目叫做 你是否同意在国民教育阶段内 不应对未成年孩子实施同志教育 我认为这个题目本身 他也有违反宪法的精神 为什么这样说 我们的宪法第七条所说的平等权 在四字七四八里面 大法官明白的说 他包括性倾向的平等 换言之 其实同志公民 然后公民有不同的性倾向这件事 他其实被认为是一个应该要被肯认的 平等对待的基本权利 那如果说国民教育不能教同志教育 不能提性倾向 那事实上那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就是说 我们的孩子在18岁之前 在国民教育体系内 不能够被教导 包括像四字七四八 不能够去认识说 世界上有不同的性倾向的存在 那如果各位仔细去看 这个提出公投的这个组织 他们用的宣传筹法主要是攻击 就是说 事实上他们认为很多的性贫教育的教材 同志教育的教材 不适灵 然后不适当等等之类的 那我认为这个也有一点就是很多的 这里面我觉得是一个模糊焦点 因为必须要说 他的公投的主文 写的根本不是教材 也不是说什么不当的教法 而是很明显的就是说18岁以前的国民教育 不能够就是教这个统治教育 对 其实我会认为教材当不当 教法有没有适灵 它是一个可以公共辩论讨论的议题 没有错也应该讨论 但是绝对不可能是像主文这样说的 一刀切就是说 国民教育里面未成年的孩子 都不能接触跟同志有关的议题 我会觉得这个太荒谬了 甚至也是违反了宪法 四字七四八所已经肯认的 性倾向平等的精神 你没有办法想象在公民教育里面 你不教导孩子宪法基本权 那现在我们的宪法基本权 就包括同志公民的平等权 那你如何可能切割这一块呢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就是对于很多的 有些应该也不像很多 有些人反对这个同志婚姻 大概会有两个层面 一个层面就是 他可不可以合法的婚姻的部分 另外就是会拉扯到 一个所谓的性别平等教育的问题 可是其实性别平等教育的问题 它其实不是一个纯粹的性别教育 它事实上是一个人权的教育 这个人权的教育 其实我们在过去也访问过 高一的研究医师 他也提到说 如果很多国家不去做这个东西 其实在校内里面的发生 这种所谓霸凌 或是对某种性少数 或是某种对所谓的性气质的人 其实就会出现了非常多的歧视 甚至于攻击的行为 没有错 为什么会有霸凌 为什么LGBT的青少年 常常都有非常惨淡的 学校的记忆 或者有一些自伤 或者比较高的 尝试自杀的比例 我认为这根就是说 第一个 他周遭的环境 不能够对他的差异 对 有同理心 然后也欠缺人权的敏感度 而同理心跟人权的敏感度 都非常需要 我们的所有的孩子跟老师 其实都必须要认识同志 所以其实不只是 小孩子需要同志教育 说真的 大人可能更需要 因为我真的会觉得 就是说 为什么你会把别人当作异己 而且把同志 把同性恋跨性别 当作非常不同于 就是异性恋的自己 的他者 我觉得这跟 非常多的假想是有关的 而这个假想来自于 很多的误解跟偏见 那要怎么样除媚 这个还是必须透过教育 而且必须透过公开的讨论 所以我觉得国民教育 排除了同志教育的话 无异于就是说 霸凌跟歧视 会少去一个非常基础的 一个防范的措施 对我来讲 我觉得这是在某种程度的 逻辑的矛盾 因为我们发现这些 对同志婚姻合法 质疑的人 或者是对性别平等 教育质疑的人 他们常常会出一种爱 那或者说 把一种爱是挂在这个前头 可是当我们在谈爱的时候 没有放在一个 人权的基础上面 我们在谈爱的时候 没有去顾虑到 那个每一个人的差异性 我觉得这谈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我们的文化里有一种爱 就是叫做我是为你好 那我是为你好 所以不要你走上同性恋的路 我是为你好 所以希望你都服从 跟 就是跟着主流的规范走 对 可是这个东西 其实是非常 扼杀个人的主体性 对 还有就是我们的差异性 我们的多元性 其实是非常珍贵的 我们整个社会的资产 对所以我也会觉得说 对于很多大人来说 其实很多时候 我觉得真的必须要 清楚去面对自己的恐惧 包括那个所谓 不知道怎么教孩子的恐惧 对 这个问题想要请教你 就是毕竟虽然已经过了半年了 半年多 但还有一年半 一年半左右的时间 你有什么样的话 要跟同志的朋友说 或者对这种期待的 这种所谓的婚姻 能够合法的这些朋友说呢 就这半年 一年半要怎么读过 我觉得其实我们还是不放弃 就是每一个可以行动的可能 然后我会觉得大家 可能在这个过程中 要试着看得更远 看得更远 就是说不论是公投 不论是未来可能立法 还有一段的历程 要去经过一些思扯 一些辩论 甚至一些动员 对 可是我想很重要的一件事 是我们认为重点 也不是法案通过 而是我们的社会 在这个过程中 能够真正的认识 性倾向 性别认同的差异 而且能够真正的学会 就是和平共存 让彼此都有幸福的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是重要的 我不会认为说 这些努力 应该这么说 我认为所有的努力 都有它的意义 也都会留下痕迹 所以可能的话 希望大家都不要放弃希望 我想非常谢谢许律师 来跟我们做分享 尊重差异 它才会有真正的幸福 尊重差异 它才会有真正是一种爱的展现 不要把每个人当作是一样 但是我们可以去 跟不同的人 有一个很好 如何相处 或是彼此尊重的这样的历程 非常谢谢许文 接受我们的房屋 我们下礼拜 空中大会 拜拜 谢谢 谢谢 天空的眼泪 洗过了世界 爱来不及发现 曾在手中的幸福消失不见 心中的黑暗 掩盖了希望 忘记要相信 生命的动力 是原自谋 万千走 继续带去梦想